索尼PS4到PS5 Pro这几台游戏机主要有哪些区别 画面提升有多大 我们先来看PS4 这是2013年11月发布的定价399美元 游戏建议零售价60美元 游戏画面主要以1080P30帧为主 代表游戏战神4、神秘海域4等等 然后是半代升级PS4 Pro 发布于2016年11月 也就是过了三年 定价还是399美元 主要提升点是从1080P30提升到了4K30 没有什么代表作 因为它是个半代升级 它就是把很多PS4游戏 针对PS4 Pro做了优化增强 比如战神4在PS4上只能1080P的30帧 但是在PS4 Pro上可以1080P的60帧 也可以4K30帧 PS4 Pro主要是针对4K屏幕做的升级 4K分辨率的游戏画面更清晰 但是现在都2024年了 8年时间过去了 各位觉得4K屏幕普及了吗 前几天我看到一位卖电脑的主播说 他们平均卖10台显示器 其中里面只有一台是4K的 所以你现在用的是4K屏幕吗 好 继续说PS5 PS5是2020年11月发布的 定价499美元 PS5版的游戏建议零售价是70美元 代表游戏有蜘蛛侠2 最终幻想7重生 宇宙机器人等等 PS5上的游戏画面变得比较复杂 下面一个一个说 首先PS5可以玩PS4版的游戏 对PS5做过优化补丁的游戏 可以实现4K60 对比PS4 Pro的4K30相当于帧率翻了一倍 PS5版的游戏一般有两种画面模式 性能模式和花质模式 这两种模式电视输出的都是4K60赫兹 实际游戏运行的是动态分辨率 性能模式是1080p左右的60帧 花质模式是1440p左右的30帧 具体得看游戏 另外PS5版有些游戏是支持光追的 光追的画面更真实 但是分辨率帧率不高 大概是1080p左右的30帧 还有一些游戏是支持4K120赫兹的 比如使命召唤20 它也是动态分辨率 大概是1080p左右的80到120帧 还有些游戏是支持VR的 中文名叫可变刷新率 大概能运行在2K分辨率的48到60帧 比PS5的画质模式的帧率要好一些 PS5版的游戏还有一个重要的体验 那就是PS5的手柄 一个是触觉振动 一个是自适应扳机 这两个振动效果目前来说还是很顶的 但是需要游戏支持才可以 下面是最后一个PS5 Pro 2024年11月发布 定价799美元 你们觉得这个价格离谱吗 目前来看PS5 Pro 相对PS5标准版只升级了3点 那就是渲染速度提升45% 支持PSSR还有光追增强 那实际游戏效果呢 就是可以让PS5的画质模式的那个动态4K30帧的画面 变成超采样4K60帧的画面 画面效果差不多 帧率翻倍 同样是游戏需要对PS5 Pro做优化增强才可以 最后总结一下 索尼这四台游戏机从2013年到2024年有10年多了 游戏画面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逼真 色彩越来越丰富 游戏场景和人物的细节越来越多 观影效果越来越真实 游戏加载时间越来越短 手柄体验也越来越好 但是有两个前提 一个是你要有一个4K分辨率的大屏幕的电视 第二个呢 那就是游戏需要做优化和支持 如果缺少了这两项 即便你用的是PS5 Pro 有些游戏还只能是1080p的30帧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